从新闻一开始先要来看到保险黄牛的魔爪又伸进了医院吗 助行应征业务员到处猎人头假装残疾再去累诱医师 开出假的诊断书诈骗健保或是商业保险 但夸张的是如果利诱不成 嫌犯还改用美人剂 让医师被电的晕头转向心甘情愿配合 这犯罪集团短短的半年不法获利1700万 两人陪同坐轮椅的妇人从医院离开 在看护摻扶下坐上车 但傻眼的是没多久妇人一秒钟从残疾人事变正常人 剑步如飞骑车离开 特别交代这些客户到医院就诊的时候要带着拐杖 着这个护具还有坐着轮椅 长发披肩脸蛋搅好气质出众的正妹黄牛业务员 就是犯罪集团的秘密武器 假如医师不愿配合就派他出马放电 金钱对他他不觉得什么 那他可能心仪比较心仪这位女业务员 所以这个女业务员只要带过去的病患 他都能够把全力来协助 涉案的三名医师都小有名气 以每张一万五到两万五的代价开力不时诊断证明 犯罪集团短短五个月不法获利高达1700万 甚至有女业务员单月就领到87万的薪水 警方一举逮捕33名嫌犯依照诈欺罪移送法办 记者赵建林 陈一姐 台中报道